二十出头给老奶奶让走 旁边引领大的小伙 竟然对我说谢谢阿姨 三十岁穿校服派写真 结果被小朋友问 是不是在派毕业招 从这样到这样 学会武装 不用处保兴器也能 套名回春 年纪不大 一味不轻 如果觉得眉毛越老越往下呆了 眼皮松垮 日益慈祥 别证有的没的 先给我去练背 人体的整条筋膜 先一发而动全身 长期还从脱背低头看手机 背部筋膜张力不足 脸当然会垂啊 每天晚上刷剧的十分钟功夫 练这几个动作 不仅背包了 脸都给你提上去 发现脸上长细胃 变得粗糙了吧 很多姐妹一焦虑 就瞎买一堆面霜精华 狂吐 但单一抗老功效产品叠加 其实意义不大 刚开始抗初老的姐妹们 可以用SK2神仙水来入门 本次来水真的夸过好多次 很多人就把它当葡萄化妆水 其实啊 人家是一瓶脱脱的磨皮精华 水感质地 吸收贼快 剩下根本离不开 有些是脸上长红红点点 妆前干燥卡门 剩下就湿敷个五分钟 二点你会发现 皮肤通透的跟抛了光似的 二十岁的时候看不出什么 周围的人都三十了 你还是二十岁的皮肤状态 对于说越早用越好 反正我是无限续杯 让你们有没有发现 女明星吃东西都超小口 没事儿还老多嘴 可不是装可爱 频繁张大嘴巴用吸管喝水 加重鼻唇沟 所以平时尽量别用吸管喝水 一定要吸管喝的饮料呢 吸管就从嘴巴侧面入 还有这两个女明星 都在做的面部余下动作 随时随体都可以练 动力吹气顶人中 吸口气含住 往人中法令纹的位置顶 保持一会儿 然后撅嘴吐出来 第二个动作 歪嘴小猫 还是包住一口气 把气顶到右侧鼻唇沟的位置 15秒然后再顶到左侧 反思又重复这个动作 还有就是明明不胖 双下巴嘴角囊带一个不少的 很有可能 是你的舌头摆放位置不对 英国口腔医生 麦克的舌计训练 还有谁不知道吗 你们自己对着镜子看一下 把舌头自然放在下额 下额线一见模糊 当你把嘴巴憋上 舌头紧贴上额的时候 次脸线条是不是 一下子就清晰了 还找不到感觉的话 感受咽口水的瞬间 舌头一下就贴上去了 不花一分钱给你雕刻出 刀切下额线 最后一点 不要趴睡测睡 不休的时候趴下就睡 看着脸在压迫笑的状态 腻部长法令纹谁长 龚小可以买个这种多功能枕 你正好可以卖进去 不要破皮肤还睡得贼香 晚上在家睡觉 爱测睡的话 可以买个这种测睡枕 要测吐气 想测都测不过去了 快检查一下自己的睡眠姿势 中招了的 感恩经感恩 再会